肚子好饿啊 帮帮队的毛毛来到了糖果机买糖果 好棒啊 掉出来了一颗红色的糖果 哇 糖果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奇虚蛋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原来是罗伯奥特曼的奇虚蛋 这里面的玩具种类有一个变身器 还有一把像刀一样的武器 然后还有奥特曼水晶 和怪兽水晶 一共有四个种类 这里还有一张贴纸 哇 好棒啊 是罗伯奥特曼的变身器 罗布陀螺 这里还可以拉动呢 让我们把贴纸贴上去 让我们来试一下 能不能 召唤奥特曼呢 好厉害啊 变身器真的召唤出了奥特曼了 这位是最新的 罗素奥特曼火焰形态 毛毛说 他还想试一下 另外一位奥特曼 这一位奥特曼 会变出什么形态呢 出现了 是杰德奥特曼的原始形态 看来这个变身器 真的可以召唤奥特曼呢 杰德奥特曼对妈妈说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召唤我们哦 肚子好饿啊 今天小猪佩奇也来到了糖果机买糖果 好棒啊 是红色的糖果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佩奇的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 佩奇转过身来 看到的是贝利亚 她还拿了一把武器 要做什么呢 佩奇好害怕啊 她大喊 谁来帮帮我 听到旧原生的毛毛赶了过来 是贝利亚 要来召唤奥特曼才行 贝利亚看到了两位奥特曼赶了过来 心想不好了 杰德奥特曼对贝利亚说 不许你欺负佩奇 贝利亚说 别以为你们有奥特曼扳手就可以了 我也有 怪兽手下呢 贝利亚又用她的武器来召唤怪兽 出来吧 怪兽们 保镖怪兽 布莱克王 石化怪兽 高架供 杰德奥特曼对罗苏奥特曼说 保镖怪兽就交给我吧 罗苏奥特曼说 好的 那石化怪兽就交给我来对付了 杰德奥特曼 趁机会抓住怪兽的尾巴 太棒了 布莱克王又站了起来 杰德奥特曼说 还没结束呢 看我的必杀技 十字冲击波 布莱克王终于被打倒了 罗苏奥特曼这边怎么样呢 这只石化怪兽看起来挺难对付的 看我的 罗布投标 等离子火花斩 太棒了 罗苏奥特曼一击 就把怪兽打败了 这时候贝利亚又出现了 她对奥特曼说 我下次又召唤更厉害的怪兽 你们给我记着 然后就离开了 贝奇 贝奇非常感谢两位奥特曼的帮忙 她把扭出来的糖果 分给了两位奥特曼 谢谢你 接的奥特曼 嗯 好好吃的糖果啊 谢谢你 贝奇 贝奇 把扭出来的蓝色糖果 给了罗苏奥特曼 哇 好神奇啊 罗苏奥特曼变成了月水星太 她对贝奇说 谢谢你 好啦 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 记得给我们点赞 并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